我们注意到 就在这份意见出台的同一天 台湾防务部门公布了最新的防务报告 声称要准备打城镇战 两份文件 一个在讲和平 一个在讲战争 一个在谈发展 一个在谈毁灭 为台湾勾勒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前途命运 意见的出台 体现中央对两岸融合发展的整体性思考 也体现出对和平统一的最大诚意 以及对台湾同胞的最大善意 民进党当局一直很怕岛内的民众 感受到大陆的诚意和善意 这次他们一方面 以眼耳盗铃的自我欺骗 来刻意忽视意见的影响 另一方面对意见是加以扭曲抹黑 极力误导岛内民众 不得不承认啊 民进党在欺骗岛内民众方面 是有一套的 因此要让更广大的台湾同胞 接收到并准确全面理解 意见等对台决策部署 还需要做不少的工作 福建作为探索 两岸融合发展的示范区很关键 只要把中央的政策落实好 就一定能产生示范效应 赢得台胞和台企的口碑 从根子上建立对民进党 操弄舆论舆论的免疫力